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要说明一下 虽然女主一家都是犹太人 但他们却不信仰犹太教 这种情况在东欧和俄罗斯犹太群体中比较常见 而这个小镇的居民大部分是从东欧移民而来的 相同的宗教信仰让他们感觉这里很亲切 很快女主就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上司花姐对女主很照顾 邻居强壮哥一家对女主也很有善 特别是强壮哥的女儿珍珍 很快就和女主的女儿大美小美成为了好朋友 一切看起来似乎步入了正轨 在女主的心中始终有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半年以来 女主每天都做同一个噩梦 在梦中一片树林里一个长着鹿角牛蹄浑身溃烂的怪物 抱着她的小女儿小美往火堆里走去 小美发出恐惧的尖叫 每到这时 女主就会从梦中惊醒 本以为这种情况在搬家后会有所好转 但依然每天都会梦到 并且那种恐惧的感觉在她醒后含在身边萦绕 但女主不知道的是 大美小美也有事瞒着她 那就是她俩经常能看到一个叫爱的小女孩的鬼魂在房间里出现 最先看到的是小美 起初小美以为这是邻居家的小孩 但后来发现爱居然可以凭空顺移 而且总是半夜出现在自己的卧室 这才感觉到了不对劲 才将此事告诉了姐姐大美 但没想到姐姐说自己也看到了小女孩的鬼魂 两人一描述鬼魂的体貌特征 发现了更可怕的事 那就是她俩遇到的居然是不同的鬼魂 大美遇到的是红头发的小女鬼叫连连 好在两个鬼魂也没啥恶意 只是偶尔出现一下也不说话 可总这么吓唬人也不是个办法 大美就将此事告诉了女主 女主又想到了自己天天做的噩梦 认为这两者一定有什么关联 于是找到了强壮哥询问这栋房子的来历 强壮哥吞吞吐吐的说道 这栋房子的第一任屋主的女儿艾艾在家中莫名失踪 上上一任屋主的小女儿连连突发疾病死在了这栋房中 后来他们一家就搬离了这里 再后来朱莉一家搬进来居住 可没多久朱莉就疯了 然后也搬离了这里 呃 我了个去 这妥妥的就是一栋凶宅啊 可女主却没想着搬家 而是向上司花姐寻求对策 花姐说 你这是因为好久没有祷告了 上帝不帮你了 你看我那丈夫那年突发心肯死了 我就是靠着祷告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然后找到了真爱老王 女主说自己也祷告啊 而且还很诚心 花姐说你那根本不算什么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看 见识见识 接着花姐将女主带到了一片森林中 女主猛然发现 这片森林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就是自己噩梦中见到的那片森林吗 花姐指着树上的红色图腾说 你看这些图腾 你得来这里祷告才管用 这里是很灵的 传说你只要在这里许下愿望 一个带着鹿角的神就会在晚上穿过烟筒进入你的房间 来满足你的愿望 大家听着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啊 这不就是圣诞老人吗 女主认为这不是传统的东圣教祈祷习俗 于是婉拒了花姐的好意 另一边 大梅和珍珍在家中聊天时 谈起了自己和妹妹的遭遇 珍珍说当年那个疯掉的朱莉 也说自己看到了小女孩的鬼魂 朱莉的父母是方便了名医才看好了她的精神病 你们该不会是也疯了吧 大梅见珍珍不幸 就把自己和妹妹在地下室发现的一个日记本拿给她看 而日记本的主人就是这个叫朱莉的 里面记录着她和鬼魂之一的连练之间的友情 中间还夹着一幅铅笔画 而画中的女孩正是女主见到的连练鬼魂的模样 真真一听也不得不相信 恰好她知道朱莉的家庭住址 就告知了大梅 大梅按照地址找到了朱莉 将日记本拿给她看 激动的朱莉快要哭了 平定下来后朱莉讲了关于连练的事 那一年朱莉无意中走进了自家的地下室 结果在这里发现了连练 连练小声地告诉朱莉 这里很危险 让他们一家赶紧撤离 朱莉不知道连练说的是什么意思 只是把她当成了一个妹妹 两人每天通过日记本进行交流 可忽然有一天 连练却突然不告而别 消失得无影无踪 朱莉以为是父母将连练给赶走了 于是和他们大吵了一通 父母听得是莫名其妙 家里哪有什么人呢 他们赶紧就将朱莉送进了医院 结果被医生判定为妄想症 接受起了强制治疗 在出院后 朱莉就变得沉默寡言 但她始终相信自己看到的都是真的 接着大美告诉朱莉 自己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自己和妹妹也都看到了 但为什么爱和连连两个鬼魂 会出现在小镇上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朱莉说自己也有这样的疑惑 她早就感觉其他小镇的居民 有些怪怪的 特别是他们那奇特的树林祷告仪式 总是透着那么一丝诡异 大美一听就来了兴趣 决定调查此事 解开小镇的谜团 可还没等她行动 诡异的事又发生了 这天的一大早 女主一家就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 走出去一看 自家的门亭上不知为何 被涂抹了很多的鲜血 门口的地上也有很大的一滩 似乎是有人在警告他们什么 女主赶紧就选择了报警 随后刚到小镇上任的警官郑义哥 查看了现场 认为女主他们是得罪了什么人 被蓄意报复 于是请来了热心肠的老兵书 义务给女主一家当起了保镖 当天的夜里 女主和女儿们居然同时 做了那个恐怖的噩梦 梦中的场景是那么的真实 似乎都能够闻到那浓浓的血腥味 女主基本上是被吓傻了 只有大美还很冷静 她开始查阅资料 是要找出真相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真正的帮助下 大美在图书馆了解到了 鹿角怪的传说 传说背叛犹太教的犹太人 会被一种鹿角怪夺去女儿 而破解的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别人家的同龄女孩 献祭给鹿角怪 想到这里 大美忽然明白了些什么 赶紧就跑到了森林中 沿着树上的图腾标志 找到了一栋木屋 走进去一看 只见地面上乱七八糟的 摆着一些祭祀的东西 这时警察郑义哥 也来到了这栋木屋前 同他一起来的还有花姐 大美赶紧就躲了起来 偷偷听他们在说什么 但声音实在是太小了 怎么也听不清楚 谁知就在这时 花姐忽然毫无征兆的 掏出了一把匕首 刺死了郑义哥 紧接着花姐走进了木屋 一番祷告后 将地上的一个鹿角 带在了头上 然后不断的嚎叫 这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高大的鹿角怪 听到了花姐的召唤 凭空在木屋出现 然后打开门 向着森林走去 原来这个小镇 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镇居民的先祖 信仰一种邪教 这种邪教的神 就是鹿角怪 一百年来 小镇的居民 为了祭祀鹿角怪 就用便宜的房价 骗外地犹太人的异教徒 来这里居住 然后将他们的女儿 献祭给怪物 以满足他们的愿望 而花姐就是负责 唤醒鹿角怪的女巫 女主家门口的血液 也是花姐泼的 目的就是为鹿角怪引路 而爱和恋恋 就是当年被献祭的冤魂 心地善良的他们 不忍心其他女孩 被小镇的居民伤害 所以出现在 女主居住的别墅 劝他们离开 这时躲在暗处的大美 不小心惊动了花姐 幸亏她带着一把砍柴刀 顺势砍了花姐一刀 然后夺路而逃 跑回了家 她明白 鹿角怪马上就要对 自己的妹妹小美下手了 她赶紧就带着妹妹 躲进了地下室 这时鹿角怪也追了过来 眼看就要躲走小美 在关键时刻 大美重拾了信仰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东正教 改信回了犹太教 并闭着眼睛 不断地念西伯来经文 各位看官 您猜怎么着 再一睁眼 鹿角怪居然消失了 影片的最后 女主一家得救了 小镇的邪教组织 也被铲除了 故事也终于是结束了 还是那句话 涛哥不对任何宗教信仰 发表意见和看法 运用电影的手法 宣扬自己的教义 也无可厚非 只是这种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真的能取得宣传教义的效果吗 涛哥表示怀疑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感谢观看